为了鼓励银法俱乐部老人共餐和社区关怀据典的推动和辅导 新北市政府日前举办银法三桶金金乐金利以及金福奖的颁奖典礼 而三支区各团体与礼办公室一直以来大力推动银法长辈的相关活动 让区内的老人家有机会出来共餐动健康 并且获得更好的照顾 因此今年三支区的银法族据典中也有三处获得了金乐奖的肯定 这次我们整个我们三支区那有等于说是后措礼办公室 就是洋里长的后措还有洗版礼办公室的陈彦果里长的辅导之下 还有整个三支国小乐林中心的一个学校 那这一次也非常的荣幸获得新北市政府的给他颁奖 在推动银法俱乐部上的一个金乐奖 那非常难得尤其这一次在三支国小的乐林中心 他获得这个奖项 那坦白讲在这个学校来讲 要推动这个银法俱乐部非常不容易 因此这可以说在我们新北市29期来讲话 那是唯一一所学校他获得这个奖项 那可见在整个我们在地方上 在银法俱乐部方面来讲 除了公所那包括礼办公室 甚至在学校在三方面来讲话 我们都非常尽心尽力 其中最特别的是新北市29区中 不少学校都有办理乐林中心 而三支国小乐林中心 却是唯一荣获金乐奖肯定的学校 对此三支国小表示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才有今天获奖的殊荣 未来将会持续努力的办理课程 鼓励长辈多活多动多学习 那我们学校三支国小乐林中心 成立于民国98年8月 那至今已经有七年的历史 那非常感谢社金民众 对我们三支国小乐林中心的支持 那我们三支国小乐林中心 目前有开班 有六个班级 有动态的又静态的 譬如说有引发组的一个体能保健班 手语舞蹈班 还有合唱班 那另外在静态的部分 有手工艺的一个部分 还有书法班 还有绘画班等等 那每一种课程老师都非常的认真 都学有专家也非常有爱心 那来参与的学员都学得非常的开心 真的达到所谓的快乐学习 忘记年龄的一个情形 就总统是欢迎的 平常时都做什么 平常时做外团的都我们的书名都在那里 都在那边 都在课程吗 有啊 对于就是这个 这个引发组的和这个手机 好像关怀祭典嘛 那刷入我们 差不多一些这些长者来的时候 第一来就是牛黑鞋 年牛做一些健康操嘛 还刷入健康讲座 刷入一些才艺的DIY作品 而除了三支国校 后措里营法俱乐部与西班里 营法俱乐部都荣获金乐奖的殊荣 里奖除了感谢市府给予奖项的肯定 未来也期许透过更多元化的 营法族课程与活动 以老人家扶植健康为最优先考量 来照顾长者的身心灵健康 全面提升 进而达成营法族在地乐活 就地安养的目标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 营法俱乐部 Shaw 营法俱乐部 营法俱乐部 营法俱乐部